一艘原地中海環游的豪華郵輪在托斯卡尼海岸附近擱淺 據意大利官員說最少有三人喪生多人受傷 據意大利官員說在星期五晚間在晚餐時間 哥斯達協和號郵輪在吉尿島托斯卡尼附近發生問題 船上有超過4000名遊客和船員 一名乘客對意大利媒體形容隨後發生的恐慌就好似鐵達尼號發生的情景 部份船上的乘客居港跳入冰冷的海中 以逃脫嚴重傾斜的船身、船艙的一個大洞開始入水 有關官員說救援人員使用救生船和直升機 轉移乘客和船員 將他們轉移到吉尿島和本土的聖托斯特凡樂港 這艘290米長的郵輪有13層 包括13個酒吧、5個餐廳、4個游泳池和500間豪華客艙 有關方面正在調查出事原因 有關給林鄭月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